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網友曾經留言問及 怎樣可以令心安靜下來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所以今天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情況 因為現代社會的發展 很多人都承受很大的生活壓力 社會的壓力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慢慢就會因為這樣 變得浮躁 越來越急功近利 有時還可以變成焦慮 每個人都是活在忙碌之中 無時無刻地承受著 各種生活上社會給我們的壓力 令到我們的心理承受的力量 越來越降低了 那面對各自生活和工作各種的壓力和負能量的時候 我們得不到輸蝕 容易造成心裡的浮躁現象 那麼我們有什麼方法去令它安靜下來呢? 有幾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要多些學習 浮躁有時候因為我們缺少了對這方面的認知 不知如何去做 就容易產生浮躁 那麼我們如果能夠了解多些 看多些書 知道多些知識 那麼我們就可以掌握其中一些方法 去學會調節 令自己浮躁不安的心得到緩解 那就不會因為對某事的無知而讓自己更加急躁了 第二就是要學會淡定 其實淡定不是想學就學得到的 我們要很努力地嘗試去做 平時的時候我們可以學多些這方面的方法 就是好像聽一些輕音樂 做一些適當的運動 或者是學一下冥想 這些都能夠令我們的心情平靜下來 第三就是用運動去放鬆 當我們急躁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一下跑步 因為透過跑步 會令到急躁的心情得以釋放 令我們會開心一點 因為大家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運動這件事情上面 那麼大腦就有片刻的放鬆了 所以大家運動之後會覺得 好像精神一點 輕鬆很多、舒服很多 因為在你運動的時候 身體會釋放一些快樂的激素 可以叫做腦袋媽啡或者叫做andolphin 這些是會令人產生快樂的情緒的 第四我們要有強大的心理準備 其實這個強大的心理準備 是要我們平時經歷不如意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要讓自己頹廢下去 我們要堅強起來 用正能力去面對 那麼你越多面對這些不如意的事情 你的心就會越來越強大了 所以當遇到逆境的時候 千萬不要有負面的思想 我們要逆來順受去解決這個狀況 那麼你再有逆境 你的心理就會更加強大了 那麼你的心理強大 那麼急躁的心情自然會降低 第五就是學會思考 因為急躁是來自我們內心的衝動 我們不要衝動 發生事情 我們冷靜點去思考 那麼我們知道下一步要怎麼做 這樣就會減少你的急躁不安 當我們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正向的自我暗示 這樣就可以緩解這個情況 例如好像跟自己說 這些不是那麼大問題 我可以解決得到 或者我相信我有能力去面對 這樣就可以能夠增加你的自信心 緩解你的心理壓力 那你就不會那麼煩躁 第六就是轉移你的注意力 如果我們遇到某些事情 感覺到煩躁不安 不能夠集中我們的注意力去做事的時候 那不如如果可以的話 將身邊正在做的事情放下它 去做一些輕鬆的事情 放鬆一下自己 例如去看電視劇 最好是看電視劇 因為我曾經二十幾年前 我去一個Pain Clinic 因為周身都痛 去的時候 還未曾輪到進去見醫生 在大廳裡 他有一個電視機 專門放一些笑片 例如三傻、Mr. Bean等 我們那些病人周身痛 看著那個電視好笑的時候 你會笑出聲 很多人都是這樣反應 那你就會減低你當時注意痛楚的心情 你會覺得好像沒那麼痛 所以當我們的身心都得到放鬆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回我們曾經發覺 我們不能夠專注的事情 那你會做得好很多 以上這些方法 只要我們肯努力去做 我們日常的壓力會減少 我們煩躁的心 也會慢慢安靜下來 你不相信可以試一下 多謝你們收聽